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台北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 台北市交通局公布 基北北桃四世隔半的 我的减碳存折活动初步成果 今年从4月8号启动至今 已经累积达到11万人参加 今年最大奖有双人日本来回机票 及iPhone15 Pro智慧手机 活动一直持续到年底 欢迎市民一起加入 生活转型迈向近邻 像这样每天骑一趟单车 每个月就可以减碳5公斤 为了鼓励民众 透过搭乘捷运公车客运火车 或骑乘U-Buy等大众运输工具 一起来减碳 基北北桃四世共同举办的 我的减碳存折全民运动抽奖活动 4月8号起跑 由于活动奖项 从去年三个月50个奖项 大幅增加到今年每个月7000个奖项 其中越月抽活动 只要每天搭乘一趟大众运输 就有机会抽中日本来回双人机票 活动开始到现在才一个多月 就已经吸引11万人参加 减碳量达3730吨 成果超乎预期 像是公车捷运U-Bike 这种大众运输 然后出门累计减碳量 然后就可以参加 我的减碳存折的一个抽奖活动 那我们今年的奖项 有高达7000份左右 每个月哦 是每个月都有7000份 那民众只要加入悠悠妇 然后绑定记名悠悠卡 然后搭乘基北北桃的 大众运输工具 就可以有机会获得这些大奖 或是一些相关的优惠 那我们今年到目前为止的 一个参与人数呢 也突破我们的预期 已经突破11万人 对那我们也欢迎 我们非常感谢民众的支持 那我们希望民众可以尽快加入 因为你现在马上加入 你就可以获得更多抽奖的机会 因为现在加入我们后续 还有连续8个月的一个抽奖 北市府也首度公布 各类大众运输工具 可达到的减碳数量 呼吁民众 静零碳排就从绿运输开始 我们这个活动 我觉得跟最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我们可以很精准的 去计算出减碳量 那他是有经过一个国际认证的 那每天呢 骑一趟单车 每个月可以减碳5公斤 那每天搭一趟公车 可以每个月减碳8公斤 那捷运的话可以减碳10公斤 对那其实我们这一次的范围 还有包含像是那个台铁 它的减碳量更高 除了提供丰富奖项 鼓励民众多多使用率运输 今年还号召更多企业 以不同的方式参与减碳 包括赞助奖项 鼓励员工加入我的减碳存折活动 分享减碳回馈做法 还有内科等近200家公司 加入模范企业示范区 交通局长谢明宏更亲自拜会的台数等指标性企业邀请加入 希望透过公司协力带动全民减碳 企业参与的状况也非常的踊跃 因为我们今年大概才短短的一个多月 就有200多家的一个企业来加入我们 这里面包含有20几家 他们是来赞助我们这些丰富的奖项 提供一些就是奖品 那他们也是长期关注这些减碳永续的一个议题 那另外也有一些企业 他们是来分享他们的一个减碳的一个措施 来展现他们减碳的努力跟企图心 那另外还有部分的企业也有加入我们 这一次像是内科 还有宝高 还有华雅园区的模范企业的一个行列 然后鼓励他们的员工 透过律印书来做减碳 我们希望跟企业的合作来带动这个全民 所以说这次跟以往特别不一样的话 是企业的参与 那我们还是会陆续找一些企业来 跟我们一起来共同推动 例如我们前一阵子拜访台塑企业 台塑也答应 他们整个包括集团的一些大的公司 多么久的上市贵公司 都愿意来跟我们参与这个活动 所以我想有些企业来带动的话 对我们整个通勤的运输的帮助好 我想那个会更有帮助 一般的市民当然可以 但是当然企业它有一些指标作用 这个我们还是陆续会寻找大企业来共同气 台北市交通局方面预计 今年我的减碳存折活动目标能达到30万人参与 总减碳量达2万公吨 向由北台湾开始带动号召全国更多人加入生活转型行列 为静零碳牌尽一份心理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导 台湾位在怀太平洋地震带上 地震发生频繁 为了要提升民众防灾意识 及强化灾害防救的应变能力 台北市大同区公所举办地震疏散演练活动 强化各防灾单位的应变技巧 地震发生后 余震不断造成建筑物严重受损 引发大火冒出浓烟 搜救人员随即架梯进行搜救 顺利救出一名遭枪伤住户 并送往医院急救 随后消防人员进行洒水作业 顺利将伙势扑灭 台北市大同区公所举办地震疏散演练活动 演练串联各种情境 包括里干市及防灾市进行防灾宣导 灾情通报演练 启动灾害应变小组 灾害地区住户疏散 以及防灾抢救演练 灾害现场复救等 透过逼真确实的演练过程 提升民众离灾防灾意识 这次很高兴也很荣幸来到民权里 跟我们民权里陈云里长所带领的防灾应变小组 一起来合作避难疏散 那整个过程当中有考量到说 当灾害来临的时候 怎么样引导跟疏散 甚至怎么样让民众第一个时间 到正安全的地方 那最主要今天演练的目的是 让我们防灾的第一层基层人员 知道他自己的扮演的角色 当状况来临时能够如何来应变 那我们秉持的一般的观念 就是说防灾重于救灾 当然今天断言的就是离灾又与防灾 所以每个防灾的工作是还完相扣 所以我们也会落实减灾准备应变 更复原的一些重要的防灾工作 演练活动更邀请民权里 里陈应变小组成员 防灾室新著名及防灾NOU团体 共同参演 深化里陈自救功能 民权里更动员了20位里民参加演练 提醒民众随时保持警觉 做好灾害应变的准备 我们很开心的这一次 大同区的防灾演练 办在我们民权里 那我希望我们办的能够有声有色 而且要生动 所以我们这次动员的里面有20个 那当然还有来关关系的人 那我希望我们这次的演出能够成功 也对我们以后的防救灾 会有很大的帮助 反应非常好 而且他们非常配合 譬如说这边本来有放机车什么 经过我们贴在离群组公告以后 然后他们就慢慢的离开 而且他们也理解就是做防救灾演练 就必须把道路清空 我们大同区的防灾公园是在育泉公园 那是在育泉里 那我们从我来报到之后 我们就开始在不同的里 最主要是让当地的里能够熟悉应变的一些工作 因为里长本身就是防灾室 那我们最主要是到个里 是让个里的应变小组 每个里都有应变小组 他能熟悉他自己扮演的角色 跟状况难以使如何来应变 区长方月琪表示 平时准备作业尤其重要 应秉持料敌从宽 玉敌从严的精神来面对 并期望透过公司协力 强化社区自主防救灾能量 达到灾前预防 灾中应变 灾后复原的目标 将灾害损失降到最低 记者离席会台北报道 台北圣洁湖区公所特别结合 2024台北水舞嘉年华 举办单身联谊的活动 吸引了294位单身民众报名参加 主办单位还邀请一对 在单身联谊活动中相识 相恋进而结婚生子的 学长界献身说法 鼓励学弟妹们勇敢追爱建立家庭 透过轻松的团康游戏 让参加的学员更快认识彼此 这是由内湖区公所举办的 单身联谊活动 结合2024台北水舞嘉年华活动 希望协助单身民众早日脱单 配合我们台北市政府在主办一场 那个水舞的一个家庭花会 那今天在现场的活动参与非常的热烈 活动现场的年轻人非常的青春洋溢 热情试色 他们的活动也热烈的在参与中 一开始呢 我们就配对了好几对 大家是非常非常的有乐 非常非常投入参加我们这一场的单身联谊 电影活动 是特年轻人会购入压力也蛮大的 那平常也都是在埋陀在自己的工作里头 那也通常忘记的给自己机会 给自己时间去认识新朋友 结交新的伙伴 也去忘记的给自己一个 难忘的一个恋爱的体验 所以我们就是负责把这个一个 办举办这样的一个单身联谊活动呢 能够搭起这样一个平台 给他们能够有个认识的机会 那过去我们单身联谊活动 大概 其实配对率大概有达到40% 一开始呢我们就配对了三队 接下来我们要好几阶段 相信我们今天配个例子很高的 今年的单身联谊活动吸引了294位单身民众热情报名 主办单位还邀请一对在单身联谊活动 相似恋爱最后顺利结婚并拥有爱的结晶的学长姐 通过录影现身说法鼓励学弟妹们勇于追求爱情 以我们的经验先生说法 再开始来参加联谊呢 我觉得以外在来说就必须把自己的外观穿着打理的干干净净 内在部分呢你要保持开放的心态 除了这两点之外呢最重要的还是自己要积极主动 去追求内心所希望可求的爱情哦 祝福大家能在内湖区公所所举办的这场联谊活动 能顺利找到自己的另一半 然后让内湖区公所的配对成功率经验多多增加哦 谢谢大家 拜拜 最后这一场单身联谊活动 共促成了25对配对成功 内湖区公所方面表示 未来将继续举办类似的活动 为单身男女提供更多互动交流的机会 希望协助提高国内结婚率及生育率 让台北市成为年轻人 运婚热身安心养的幸福城市 记者张祈腾台北报导 大同区公所进女女组活动后 再次与烹论料理教室合作 举办男男组的多元性别单身联谊活动 12位单身的朋友 走独迪化街北段街区 品尝太平市场的美食及人情味 最后分组烹饪台式料理 并搭配丰富有趣的联谊游戏 拉近彼此的距离 在主厨的引导下 参加联谊的民众化身为大厨 有条不问的切五花肉 后腿肉猪皮笋丝 下锅烹煮爱的料理 卤肉饭与蒜味肉羹汤 透过料理联谊 大家一起做菜 一起分享共同完成的美食 吃饱喝足后还安排一连串的联谊游戏 拉近彼此距离 我本身是在同志的圈内的一个LINE的群主 然后有看到有圈内的群友分享这个活动 我觉得一开始的街景的历史的介绍 我还蛮喜欢的 因为我本身对历史有兴趣 而且我本身也不太熟悉烹饪这些事物 然后头一次体验这个就是烹饪 就是学做卤肉饭还有肉羹 然后老师们也是就是手把手带着我们做 然后我觉得蛮有成就感的 然后也觉得蛮新鲜的这样子 因为上一场主要的都是女生 然后这一场都是男生 男生原则上印象中觉得应该好像比较活泼 但是一开始他们没有 他们感觉比上一场的女生来的含蓄 然后要经过我们的这个 很多一直有点像是在那边push之后 他们才显得稍微比较熟悉一点 但是根据结果看来 他们最后彼此聊得也蛮开心的 本来他们有很多人 他们说不喜欢做菜 或者甚至不会做菜 但是到了后来 他们其实每个人都乐在其中 很认真很聚精会神的在研究说 他们的菜怎么煮 那后来煮出来也真的都蛮好吃的 大同区公所运用在地特色资源 规划单身联谊活动 安排大稻城北段街坊导览 带着大家走上台北桥 走进街区巷弄 从河岸风光及蜿蜒小巷 认识大稻城的前世今生 随后再前往太平传统市场品尝美食 认识各种料理食材 大家都觉得收获满满 都先会知道一些大稻城的历史 就由Alice这样子介绍 然后也会知道平常来这边逛街的我 然后再多一些有些大稻城的知识 会啊会一定会再建给朋友 有些朋友刚好今天有事情 还没有一起报名 在活动的这个安排上面就是节奏很流畅 而且安排的这个互动的游戏也非常地用心 我觉得大家刚刚在玩的时候都没有冷场的状况 所以我还蛮推荐就是认识我的朋友 或者就是其他有看到这个视频的朋友 就是欢迎过来参加这些这个相关的活动 丰富有趣的活动更促成四对参加者宿佩成功 大同区区长方月琪表示宿佩成功的朋友 在一年内办礼结婚登记 可再获得区公所赫离礼金 祝福参加的朋友们早日传来喜讯 未来区公所会规划不同主题的联谊活动 让更多单身朋友可以参加寻觅人生的伴侣 你觉得今天的联谊活动好玩吗 好好玩 记者李奇慧台北报道 台北市长蒋万安出席中山区与里长有约 针对里长们的提案进行讨论 齐取打造南大安北荣兴双公园的目标 一进入会场 市长蒋万安便与里长们热情地握手打招呼 紧接着就开始进行座谈 蒋万安表示去年在里长座谈会上 里长提到南大安北荣兴的想法 市府便立刻投入荣兴花园的改造计划 去年也有里长提案建议 减免松山机场周边房屋税及地价税的问题 市府也盘点松山机场周边60条影响路段 做出调整 相关整体荣兴花园的改造计划 我们都正在进行 也都有跟里长报告 那我们第一 一定会用生态的手法来进行 减少对整个生态富裕的冲击跟影响 第二我们是用长远的眼光在规划 不是只是看短期 这边秋秋补补补更新而已 第三整个园区有6.5公顷 所以我们愿意投入相关的资源 目前初估 这可以讲大概4.5亿 但是我很愿意来为荣兴花 为中山区来进行公园的改造 我们相信未来这边可以举办各项的活动 甚至至少我们会有四场 台北市的势力交响乐团 还有包括国乐团都会在这边进行演出 我们希望这边打造成为一个 等于说台北市 双公园 南大安北荣兴这样的目标 我们相信很快就可以看到 去年也有里长提出来 关于松山机场周边 希望能够减免地价税房屋税 后来我们也即刻盘点周边 60条受影响的道路 然后调降我们地端率一级 所以受惠总共有两万八千多户 另外今天的提案 我也都仔细地看过 有包括小康里长希望 有这个自然生态的休憩园区 还有包括我们俊瑶里长 希望将里内闲置的空间 规划为停车场 或是怎么样再利用 各位里长的提案 其实我都有好好的看过 可以做 我们马上来做 我想这绝对是照顾我们松山区 照顾我们所有各里的里民 最重要的方式 所以有些当然牵涉到 可能需要修法 需要跟中央一起合作 但我们都会积极地来进行 来反应 所以我都讲过 中山区大小事情 就是我的大事 明安里里长王俊瑶提案 将里内闲置空地 规划成林里公园 讲完听完里长及相关局处说明后 表示短中期的规划 可以即刻来进行 明安里其实里内有将近有十多笔的一个绿地 大小不等的绿地 不论是国产署的 或是市府市有的一地 那其实因为现在受限于台北市市有 闲置土地提供绿美化及任养的作业要点 它有一些规范 它里头不能设置一些地上物 固定的地上物 导致说它这个绿地实际上在使用上 其实有受到了一个线索 那这个部分是未来说看是不是有机会可以去评估做一个修订 也谢谢里长提出来这几块 我们可以看第一个里长希望达成的 就是571号 就是我们可以即刻来做 原本里长提案是希望做绿美化 但现在我们希望说设U-bike展 没有问题 因为这边财政局原本跟建管处是有签约 那建管处可以解约 所以下一步财政局就会交由公园处来主折 那再请交通局设置U-bike站 这没有问题解决 那第二个中层里长是希望 有一块应该是576 576 这边相关的绿美化 我想公园处这边参考里长的意见 我们看怎么样来进行 我们把这边看能做得更好 那长远里长希望这几块能够做一整片的规划 但目前因为有两块上面是有建物 合法建物在上面 那有一块是有诉讼当中 这个可能都需要经过解决之后 我们才能把几块合并 做一个整体规划 北安里里长陈小康提出北安里自然生态休闲园区打造方案 蒋湾表示下半年就会启动规划设计 并朝里长所期待的森林油气方向 我们这个里长有一个非常经过富裕之后 非常好的一个全国第一两点的这个建南碟园 那么我们也发现了从84年一直到97年这段期间 市政府也投入了很多的经费 帮我们把这个建南碟园 还有三下的这个金南山的自然园区 给打造得非常好 但是呢因为年久失修 然后也缺乏这个维运的这个管理 那所以说利用率都一直偏低 所以说我们希望说 现在我们能够今年能够提案 把我们的这个2.9公顷的这个建南碟园 还有5.4公顷的这个金南山的这个自然园区 能够重新的再去做整体的这个调查 然后做很好的规划 再来设计再来新建 最后能够提出 最后做一个很好的维运的管理 来提供给我们 我们的这个北安礼 提供给我们的大值次分区为中环 那最后提供给我们整个中山区 的这个礼民跟市民 能够有一个属于专属的 就是自然生态的这个休闲园区 蒋安强调里长反应的问题 能做的他一定会积极来做 而牵涉到需要修法 或是与中央合作的部分 也会积极与中央反应 大家共同的目标 就是希望中山区台北市 能够越来越好 记者联席会台北报道 机房及非法机上和经销商 强力查清 据查获778台非法机上和 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格子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重可除两年以下 图形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台南美食文化节 在台北知名的百货中校馆揭幕 台南市长黄伟哲 北上推广台南美食 让北部民众就近品尝到台南的首陆菜 近五时间台南精选在地特色名产与美食优质店家 到台北知名百货中校馆涉滩 让民众就近体验台南美食魅力 台南市长黄伟哲也到现场推广好味 首日跟特别企划 古都俯城四百丰华宴 由台南米其林地比登推介餐厅 东乡台菜海味料理的大陶塞 及竹心居的拥被两大主厨操刀 让北部民众也能吃到原汁原味道地的台南半桌美食 尤其今年是台南四百 我们除了在年初举办台湾灯会之外 在现在五月底的时候 28号开始八天 总共能够来行销台南的美食 非常感谢SOGO能够支持我们台南的美食文化 也能够让许许多多的店家 把最厉害最优质的产品呈现给最厉害最优质的消费地 也就是台北的最优良最好的消费者 台北市的消费者 那这些不仅是鲜果而已 很多都是非常好的 这个大家能够不仅是快日人口 而且是非常非常喜欢吃的 那今年更是突破以往 举办了两场的这个台南美食半桌 半桌 每一场七桌都已经早就秒杀了 没有吃到没有订到没有关系 你只要来台南就知道 那所以说很希望大家来SOGO12楼 走走逛逛看看吃吃喝喝买买 都非常的适合 保证让你这个满意满满 而且这个嘴巴也吃的 手上也拿的 然后还可以带回家 那欢迎来到SOGO品尝台南美食文化 以半桌来讲 事实上台南的毕比登入选 台南的米其林入选跟米其林毕比登 总共加起来是六二三加 如果你每天三餐都吃米其林的话 那一天三餐那你要吃21天 总共三个礼拜才能吃得完 当然你可以一次 你可以不用一次吃 你也可以分好几次吃 而且你吃到好吃 想一次再吃 来台南通通没有问题 在去年的时候呢 我们在这边办台南互产展 当时候市长就有跟我们相约哦 今年是台南四百年 我们还要在台北的忠孝馆 我们搜过忠孝馆在台湾呢 是有名的百货业的贫孝王 最好的才能够放到这里来 那么最好的台南 当然就是在我们这边 连续四年 每一年都获得我们消费者 最高最热烈的期待 市长你知道吗 我们去年台南互产展的成绩 能够比得上一个韩国展的成绩 你想想看 台南三好赞 那跟各位报告 我们真的很开心 今天我们看到市长 有率领的团队来到台北 那今年我们很高兴台南四百年 把台南古都的魅力 整个搬到台北来 今年台南四百年的核心价值 我知道叫做 一起台南世界高位 对不对哦 真的是 又有在地的传统 又有国际的胸怀 而且台南有个最棒的行销大使 就是我们的韦哲师长 我知道今年三月才刚刚到东京 去推广台南的这个好物 然后呢上个星期 我们总统的就职典礼呢 也是在台南举行 我们的地主 魅哲师长又是要负责招待各国的嘉宾 那所以很高兴 我们四百年的这个特别的台南美食文化节 在我们搜狗举行 市长就亲自带着我们的事务团队 还有谈个讨论货来 我们可以感觉到市长这个满满的活力 专台湾世界招套逃带着大家来信销台南 百货十二楼现场汇集台南在地人气名店 包括到台南必吃的拾木鱼料理 老板手工现场制作香味扑鼻 还有半手里名产疯黄卷等 外皮酥脆 内馅吃得到浓香肉松 这些特色美食在台北都能吃得到 台北平均先像蛋卷 可是比蛋卷更薄脆 那经过我们五折之后呢 吃起来的口感是酥脆口感的 我们这个其实已经做七年了 那它是澳门的特产 可是我们引进台湾之后呢 我们用我们的材料跟台南在地的食材做结合 像我们的饼皮用的是纽西兰安加无水奶油跟土鸡蛋 那里面食材呢 我们有西港农会提供的西港栽济芝麻 大湾的花生 然后将军的牛棒 它是用牛棒的纤维做团的牛棒的丝 这些呢跟我们在地做结合呢 我们觉得相当有意义的 其实我们家是六代人养育 到我的时候 因为我是第五代 我女儿是第六代人 我们是基业啦 只是说我们在台南的路尔门 通常私募有的人说学家比较好啊 有的人说北门比较好 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的水质都比较不一样 它其实我们是比较更靠海 因为路尔门 它的我们的优势在哪里 郑成功进来的时候 就是推流行起来那个湿沐浴 我们家刚好就是在它登陆的地方那边 从阿嬷阿祖 太祖他们那一带就开始一样 只是慢慢传承出来 活动期间祭出多重优惠活动 除了限量打卡礼外 当日累积消费满额急赠消费礼 还有机会抽中头奖 香格里拉双人住宿券 iPad 10 生活小家电及台南特色物产等多样豪力 邀请大家感受台南的美食文化魅力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 再带你来看 全国逐渐进入肠病毒的流行期 根据卫福部发明的统计 肠病毒极准的人数创下10年新高 台北市长蒋文安宣布 从6月17号起将针对涉及台北市的特定弱势儿童 全额补助肠病毒71型疫苗的接种费用 这个肠病毒的话 大部分都会自己好起来 但是最怕的 最怕的就是会引起重症 引起重症的部分的话 它主要会造成心肌炎或是脑炎 那是最重建的两个严重的这个重症的情况 那它会出现一些前驱的症状 包括就是它可能会嗜睡 意识不清楚 那可能这个会一起持续的呕吐 就是一般来讲的话呢 它是我们吃东西会吐 那可能是比较像胃肠不素 但是我们吃东西也在吐 那可能就比较像脑压增加 那可能就要特别小心 那再来是它呼吸会心跳加快 跟心跳都会加快 这可能有一些新经验的症状出来 那最重要就是有一个就是 它可能会出现一个记药型的抽搐 马届儿童医院额医部主任 进行详细说明罹患肠病毒重症时的主要症状有哪些 由于肠病毒流行逐渐进入高峰期 两个月到六岁前的婴幼儿又是肠病毒重症的高危险群 施打肠病毒疫苗是最好的预防方法 不过施打两剂肠病毒疫苗费用加起来将近万元 自爆家中三宝城两度感染肠病毒的台北市长蒋万安 特别召开记者会宣布 六月十七号起将针对台北市弱势幼儿 全面补助肠病毒七十一型疫苗接种费用 希望一起守护弱势幼童健康 最近已经进入到肠病毒的流行期 那预计这个月底到六月中会进入高峰 那其实卫福部有做过统计 近期我们因为肠病毒而急诊的人次 创了十年的新高 所以在这边台北市 我们对于照顾孩子以及确保幼儿的健康 一直是我们的使命 那我也跟陈局长我们讨论 对于肠病毒疫苗的施打 其实是对于预防肠病毒 以及后续可能的重症 是非常重要关键的一环 大家知道五岁以下的孩子 特别是很有可能 之后会转为重症 他们是属于高贡献的族群 所以肠病毒疫苗的施打 相关的费用 其实也是非常的高 一剂要四千到四千三左右 那两剂完整的施打 那就要接近万元 所以对一般的家庭来讲 是非常沉重的负担 我自己就有实际的经验 我的三宝 他才一岁半 他就得过两次肠病毒 那当然一次是去年 今年又再得 肠病毒其实非常的不舒服 我可以分享一下 小朋友就是 好像喉咙会有水泡 然后全身会有疹子 那他吞咽都很困难 会痛 所以原本像小感冒 我们就给大家多喝水啊 喝奶 他大概会比较快好 但是因为喉咙会痛 他甚至连喝奶都不愿意 那更不用讲 照顾的爸爸妈妈或家人 其实也很辛苦 那如果又是双新家庭 那小朋友如果有送去 脱嬰 脱幼 如果班上又必须停课 或小朋友生病 还没办法到学校 其实对家庭都造成很大的困扰 也基于此 我们特别在今天跟大家宣布 台北市 我们对于相关的对象 给予肠病毒71型疫苗 补助免费施打 台北市卫生局长陈彦元 也进一步说明 肠病毒71型疫苗 接种的补助对象条件 初步估计将有800名幼儿受惠 针对刚才市长提到的 我们台北市相对比较弱势的一个家庭的孩童 来进行所谓的补助 包括低收喊病重病的儿童 还有脆弱家庭的儿童 还有刚才市长提到的 关于关癌之家的一些院童 我们给予补助 只要携带相关的一个证件 包括儿童健康手册 跟健保卡 到我们台北市的特约医疗院所 接种的一个特约医疗院所 那都可以接受免费的一个疫苗的接种 卫生局方面表示 目前肠病毒流行已经进入高峰期 不过暑假可能又会有另外一波高峰 他们会持续观察疫苗供应情况 以评估是否要扩大补助 台北市肠病毒疫苗补助 一起守护幼儿健康 记者张继腾台北报导 台湾即将要迈入超高龄化社会 老人福利关怀协会今年起 积极协助长者活络社会参与力 开办乐龄共学堂 透过创意老化的过程 重新遇见美好的自己 15位平均年龄70多岁的长者起居一堂 手作植物拼贴画 成员中有阿公阿嬷 甚至还有已经当阿奏的长辈 拿起剪刀来毫不手软 俐落地剪出花朵枝叶拼凑成一幅画 并开心地与自己完成的作品合照 这是老人福利关怀协会 举办的乐龄共学堂 与问华区和平礼无数分里长合作 邀请礼尚长辈走出家门 参与社区共学 对我们老人家非常有意义 因为这样子对我们 有出来的话 我们就会延缓老人痴呆 对我们很有帮助很好 手部很有运动到 因为本来拿笔会不稳 有这个机会 拿笔拿剪刀 对我们真的很有帮助 大家你看你们那个 做过 回到好像以前小学的时候 做那个劳作 蛮好玩的 其实我们从去年开始 就一直想要筹办 所谓英法世代的活跃老化计划 那今年5月已经正式开始了 那第一站就选择在万华 因为万华是一个 老年年口来讲 相对来讲是比例比较高的 那第二个就是万华也是一个非常有 历史的一个城市的一个地区 那所以我们第一站就设在万华 来办理这样的一个活动 那其实我们办这个活动的目的有两个 一个是说我们希望说我们的长辈 我想这个因为现在工商社会的时代 很多长辈退休之后都是待在家里面 那这个会造成失事的一个人口的一个增加 可是甚至年纪的一个下降也会有这样的一个趋势 所以我们希望说我们的健康的长辈 或者亚健康的长辈都能够走出家庭 能够走出家里 能够重新融入这个社会 来减缓他们的这个 延缓他们这个老化的一个现象 那第二个我们也希望说能够在文化的传承 或者在文化的保留部分 能够做一些绵薄之力 其实我们有很多台湾的一些很好的一些传统 或者文化 可是在一步一步的消失当中 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万华 大家知道说嘎拉那个地方 五十年前是一片竹林 那竹林的时候我们就有很多的竹子 那其实竹子的 就有很多的周边的一个的产品 以前都有这样的一个产品 比如说竹边的东西 的篮子 那种所谓的竹边的篮子 或者是说我们竹笋没有吃完 我们就会用晒干的方式变成是笋干 可是这样的文化其实已经不见了 再来就是比如说我们万华这个地方 以前是一个河港的一个城市 那时候很有名的大家知道 所谓的茶室文化 我们台湾说地点 可是早期的地点跟现在的地点是不一样的 那如果说我们能够透过我们这些长辈走出户外 能够把他们的过去几十年的经验 或者他们的一个文化 他们所认识的文化能够保留下来 这样子我觉得对我们台湾的一个本土的一个文化的一个保存 甚至将来的再推广都会有一个很大的帮助 所以我们协会希望说未来能够 除了让长辈走出家庭 能够重新浓入这个社会以外 我们希望说能够在台湾的文化的一个传承跟保留上面 来做一些努力 拼贴艺术创作课不仅是让长辈能完成一幅作品 创作期间简单的手部运动能延缓肢体老化 同时训练脑力激荡出不一样的形状颜色来装点作品 我们今天的课程主要就是拼贴 然后是先画然后再剪贴这样子 然后其实可以运动到长辈的手部的能力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就是你只要多动手 然后用剪的去放松一下手这样子 那这次上课呢 因为我原本在准备这两课的时候 其实蛮担心会不会太做得太困难 然后所以就是有一直想要把它简化 但是长辈们的反应其实都还不错 然后他们能做到的程度也比我想象中的还要更好 我们这次主要是用植物 然后我们是希望他们可以用真实的植物 然后可以去用他们自己的创意 然后去改变 然后去把很多原本的形体都更集合的状态去表现出来 这样可以运用他们自己的创意跟美感 来参与的长辈其实不一定 那一般都是只要他们愿意出来的话 只要是符合他们的活动 只要愿意出来的话 我们都很欢迎他们走出来参与 他们可以告诉他们的长者朋友 邻居 然后跟他们讲他们出来参与活动的心得 然后也会劝他们说 劝邻居长者说 你们也要一起出来 这是他们给我最好的回馈 台湾即将迈入超高龄化社会 65岁以上老人将高达近500万人 老些除了持续关怀全台更多弱势长辈 也让健康及亚健康长者健康富能 参与经营地方创生文化传承 及轻盈共融的活动提升生命价值 老人奴隶关怀协会 乐与同学坊 记者问信台北报告 机房其非法机上和经销商强力查清 去查获778台非法机上 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罪众可除两年以下徒刑 和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佣职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支持影视产业 民进党金融市议会党团联合进行市长施政总质询时 质疑市长谢国良家族 涉及到市内儿童乐园的预算标案 谢国良强调所有的标案都依法招标 和他的家族完全没有关系 民进党金融市议会党团联合进行市长施政总质询 刺破气球 奉刺市长谢国良贪婪邪恶 其中市议员张浩瀚亦有所指 质疑市长谢国良家族可能涉及到市内儿童乐园的预算标案中 这一间公司过去这几年来所经营最大的商业空间的一个设计 几乎都是大鲁阁跟爱乐园 当然这两件事情这两个公司跟你因为你不是负责人 他没有跟你直接的关系 不是不是这完全跟我们家族没有任何的关系 我想先说明一下 那大鲁阁是不是跟你们家族有关系 我没有说跟你们有关系 我没有说跟你有关系 因为这两间公司也跟你没有关系 你又不是负责人 我只是觉得这件事情 你说如果说大鲁阁那是我家族的公司 没有错 对啊 所以我讲的没错 所以我刚才讲的 我不是讲说瑞族跟你有什么关系 我从来没有讲过 我刚才没有讲过这件事情 但是我必须要讲一件事情 就是说 这件事情 从他过去拿到1800万的标案 到变更设计1200万标案 他已经超过50%的相关的内容 这件事情合理吗 第二件事情 我必须要谈的是 接下来我们还有1400万的 室内儿童扩大 就是欺读的这件事情 如果依照同样的 变更设计的一个操作模式来讲的话 依照采购法的第22条 原有采购之后续维修 零件提供供应更换或扩充 必须由原厂商来提供采购 那等于说瑞族公司 针对于室内儿童游戏场 他在基隆拿的标案 就已经高达了4400万左右 针对一个儿童游戏场 还不用 他只要拿过第一次招标的过程 他就已经可以拿到这么多的一个金额 你觉得这件事情合理吗 我只讲一件事情 1800万拿到了 他做了设计了 他做了施工了 结果他又拿了1200万 只透过变更设计的模式 又拿到1200万 接下来 为什么变更设计 可能要请相关单位讲一下 对 没关系啊 他是透过变更设计 他没有另外透过所谓的采购程序 接下来再1400万 他可能又透过这样的一个模式 来进行的时候 你觉得这件事情合理吗 我只要问这件事情合不合理就好了 还有1400万吗 市长你居然不知道耶 所以加减预算 下礼拜要审你多了1400万 来做室内儿童乐园 但是一定是这个公司来做吗 一定得是这个公司 所以啊 我提出问题啊 我觉得应该要让社会处 不一定是一定是 那不然的话 我拿到一个1800万的表演 我附带还可以增加了 12600万 你要看这个公务上是不是有潜力嘛 因为我觉得这些公务程序 抱歉我不是那么的熟悉 但是我们可不可以 请社会处说明一下 有没有说一定要是 由这个公司来承包呢 没关系 你说明一下 没关系 而且要看这个东西的 扩充的合理性 但是我必须要强调一件事情 如果还是透过 变更设计的手段的话 他这件事情真的很夸张 不过后续轮游国民党籍市议员 于三发咨询室 也特别让市长谢国良 曾经这件事 旁听的时候 好像说我们儿童游乐场 这个地 这个这个 我们有追加预算 想要让这个 我们的那个 儿童市内游乐场 能够更趋完美 那关于这方面 好像刚刚在整个过程当中 市长你好像没有什么机会 解释得很清楚 不要说民众 因为我们都听得 有点不太清楚 是不是你稍微 再做一个补充说明一下 谢国良强调所有标案 都依法招标 和他的家族完全没有关系 首先就是我们的前两座 室内儿童乐园 包括信义室内儿童乐园 以及七堵室内儿童乐园 它并不是我们政府的预算 来施作 因为那时候刚上任 希望在百日内 有一些基本政绩 所以那时候是募捐企业 来做一个捐赠的仪式 然后等于说 信义区跟七堵区 是企业所捐赠的 那之后有了预算以后 我们就可以开始来进行 就是大家所看到的 中正区 中山区 还有安乐区 那在这个部分 因为施作的这个范围内 可能有一些预算的 一些增加可能的需求 所以我们编了追加预算以后 可能又因为设备的不足 也要继续后续 再来追加这样子的预算 那这个追加预算 也会由公开的招标来决定 不会给任何的一家 包括他刚刚提到的这个瑞族 那瑞族这个公司 过去我是没有听过 不过按他们说 这是当年 这个游戏爱乐园的一个设计 八宝厂商 那这个瑞族公司 我要特别跟您说明 也不是跟我们家族有相关的企业 那他也是透过公开评选 才能够施作这个室内儿童乐园 那大体上来说 这个室内儿童乐园 大家的满意度是相当高 不论是捐赠的或者是用政府预算后续施作的 大家满意度都相当高 那我们呢 也了解大家很关心 但是我们就要把它说明清楚 就第一 这个跟这个本人的家族没有任何的关系 那第二 那这个呢 也是透过公开招标的方式来进行 那最后的这个招标 最佳的部分 也不一定是会由这个公司去得到 那刚刚有一个 好像有一个说法 就是说好像会由这个公司去得到 我想这个是完全不实的讯息 我可不可以在这边 透过跟您的寻答 也让媒体朋友来了解 市长谢国良也感谢于三发议员 让他澄清不实的消息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基隆市议员曾宜芳在市长市政总咨询时 提出有学生被罚写一千遍 市长谢国良表示 这也是他成长到大不可抹灭的伤害 基隆市议员曾宜芳在市长市政总咨询时 用仁爱区中心某知名小学 用罚写来教育国小学生的问题 咨询教育处代理处长杨桂杰 以及市长谢国良如何看待 然后写同样的字句的时候 因为太过于熟悉 所以大脑处于放空的状态 他只剩下手在动作而已 这样是真的能够意识到 自己的问题在哪里吗 那这样真的能够老师达到 老师要的效果吗 现在的教学方式跟以前不一样了 适度的罚写也许有用 但是还是要像刚刚处长所说的 符合比例原则 大量的罚写四五百遍甚至到一千遍 我想这样的罚写对于学生课业 跟生活毫无意义 而且学生还会写到错过睡眠的时间 不敢休息 手边罚写眼睛看着其他地方 这样子不觉得很奇怪吗 没有意义 所以可以透过其他的方式 来让小朋友认知到他的问题在哪里 对此市长谢国良表示 这是他成长过程中不可抹灭的伤害 我说市长 我说市长 以前有被老师罚写过吗 包括议员 我心里 这是我成长到大不可抹灭的伤害 所以也是有 那市长你有记得 你之前被罚写过什么内容吗 我不记得我被罚写过什么内容 可是我记得 那时候老师给我们的罚写的任务是达不到的 谢国良认为 现在的教育禁止体罚 因此老师在教导学生时的方式和工具 也少了很多 但是不论用什么教育方式 都要适当合理而且可行 所以我非常认同 刚刚这个处长讲的 就是说他罚写的内容一定要合理可行 我常常就是老师好像有那个过程 就是他会给你一个罚写的 规模 但那规模是一个一般孩子没办法达到 然后他会 他 我觉得可能老师在给你这个规模的时候 他也知道你达不到 可是他还是给你这个规模 然后 可能你达不到的时候 他这个 又会有另外的一个论述 或者是惩罚 那总之我现在年纪也大了 那也了解老师跟教育体系想要教导孩子的目的 可是我觉得这两种要均衡 要不然这很容易就会进入到虐待的一个范畴里 所以我觉得在行使这样子的法写目标的时候 要非常谨慎 不过我们那个时代是有体罚的 所以我觉得现在的老师在于 教导一个学生的工具有比当时来的少很多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不论使用什么样东西的教育方式 应该要适当 要要合理可行 教育处长杨桂姐也认为 过度的法写对于教育改正孩子的学习行为 并不恰当 基本上法写是老师在审卓他的辅导管教措施的时候 是可以进行的一种方式 但是他必须要注意他能不能够达到他手段目的的均衡 而且要符合比例原则 如果说达到大量而且长时间 那这个小朋友影响到他的一个正常的一个作息的话 那他就可能涉及到不当的一个法写 这已经严重的影响到学生的身心理 本习后续有跟学生做过面对面的沟通 所以这个学生的状况就是 因为法写这件事情对于学习还有上课 还有老师产生一些排斥 那请问处长这是我们要的吗 这是我们基隆士要的教育吗 包括真元这当然不是 这个已经手段跟目的之间已经失衡了 我是建议说真元可不可以 把这个学生的资料给我 我们来做一些伤痕的抚平 我们做一些工作 那另外就是像这种 您刚刚提到这种情况的一个法写的话 其实他应该是曾经有智商心理学者 在分析类似这种情况的法写 其实他会让这个孩子在法写的过程里面 他陷入在一个文字牢笼里面 甚至就是说一种痛苦的情境 他这里面他转不出去啊 他就一直无止境地写啊 那为什么不要用其他的方式 意义不大 其实这样的一个管教部长措施 我们认为是不恰当 正义方表示是否可以让孩子 用写一两百个字字白书的方式 来代替罚写 了解体会自己犯过的错误 是否会更好呢 教育处代理处长杨桂杰也表示认同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基隆市政府向中央争取到八百六十五万 加上自辅制筹的五百七十七万 将要整修大五轮棒垒球场 本身又非常喜欢棒球运动的议长童子卫 和市议员张之豪 特地到现场关心 未来规划师做整修的计划和方向 市议员张之豪直球对决 议长童子卫打击出去 另外一球则是挥空 这是应负责蹲补和喜爱棒球民众 正在练习打球的安乐区 常乐里长张德发 邀请会刊丸的议长和议员 一起感受一下 在有三十年历史老旧的 大五轮棒球场里面 打棒球的感觉 由于基隆市政府向中央 争取到八百六十五万多元 加上市政府自筹五百七十七万多元 总共一千四百四十二万多元 将要整修大五轮棒球场 本身就非常喜欢棒球运动的 基隆市议会议长童子伟 特地邀请市政府教育处 公务处以及体育场等相关单位人员 到现场会刊 张志豪议员也到现场一起来关心 未来球场规划施作 整修的计划和方向 这几年我们刚好担任明代的机会 所以我们一直希望可以 争取相关的资源 让我们的棒球场至少是个 可以在三级棒球比赛的球场 那我们今天特别来了解 现在教育处跟公务处的状况 结果我们特别发现 大家讨论多时的志豪池 计划根本还没有核定 那教育处有1400万 跟我们这个体育署 争取了1400万的补助来改造球场 这是非常好的事 问题是我们在政府之间的横向联系 他如果你看我们现在1400万 做了一个基础检疫的修缮 万一志豪池明年通过说要做 要把球场拆除 那大家民众会怎么想 那我们其实要的是一个 可以安全 然后舒适的打球空间 然后一个三级棒球 就必须要有学生的看台 那也要有基础的设施 像我们现在的厕所也没有淋浴间 然后休息区也破破烂烂的 大家来这边看到 这像是一个城市的球场 更何况这是我们基隆市 唯一的一座球场 所以我们希望 发挥我们明代的力量跟声音 让政府可以重视我们棒球运动的发展 所以我们今天发现了这个问题以后 也希望政府之间的横向联系 可以做一个更好的沟通 资源不要重复不要浪费 但是基本的让我们棒球迷或是球员 有一个安全然后舒适 像话的打球空间 像话这个用语够重了吧 现在这个球场大家看得像话吗 我想我们应该好好的来 我们会帮棒球迷或是棒球球员 来好好的争取一个 至少是一个简易安全舒适的球场 这是我们共同的行为 我们会努力 那也谢谢志豪议员特别来参与 只要是一个建筑物也先穿老旧了 那很多民众有反应 也造成一些使用棒球的一些朋友 一些建议 所以说现在我们就配合体育署 现在今年有一个优质体育馆的计划 所以我们提了1400万的计划来争取 那我想后续体育署争取下来的话 我想我们会针对目前 实际棒球场的一些结构部分 有漏水的部分 还有室内一些像厕所部分 常用道部分我们先做改善 那长期部分来讲 我们就会配合本府公务处 智容词的一个设置 设置完毕之后 上面的棒球场 我想我们会再跟公务处 来做个研议 也会听听一些棒球爱好者 朋友的一个建议 看些棒球场 要怎么来做一个重新规划使用 长期上来讲 还是符合大家一个使用的目的 议长同志委希望 在还没有真正要改建大五轮棒球场前 希望市政府可以整修好 球场内必要的设施 让来这里打球的民众和小球员们 都可以有一个比较舒适 而且安全的环境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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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想吐甚至意识不清 想保命跟我这样做 一 热水器迁移至屋外 二 更换成强制排气室热水器 三 敢用电热水器 那口奖祝福您 洗澡通风保安康 机房及非法机上和经销商强力查清 据查获778台非法机上 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徒刑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式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